慢性腎衰竭到底有哪些食物 千萬不能碰 吃了可能要洗腎喔 很多慢性腎衰竭 他認為說不能吃蛋白質 就會吃很多的淨麗湯 還有一些蔬果汁 結果造成高血甲 那甚至會有一些心慾不整 甚至猝死的風險 今天邀請到腎臟科醫師洪永祥 來教大家有三種天然食物 可以保養腎功能 另外腎功能不好 該怎麼排毒呢 讓專業的醫師告訴你 今天下半性醫學又來到大家 所期待的名醫系列 那上一次洪永祥醫師 來到我們節目的時候 跟我們分享的就是 腎臟病的五大元凶 然後獲得這個網友的好評 那當然大家就好多好多的問題 尤其是跟飲食有關係的 所以今天一定要請醫師 來好好的幫我們解答一下 很多人對那個慢性腎衰竭 到底怎麼吃都會搞不清楚 我在想說我用一個比較簡單 讓大家可以叫 叫腺磷腺甲腺蛋白 這三個限制 譬如說蛋糕麵包 一般人說這應該是沒什麼有問題 可是它是一個發酵的食物 任何酵母粉 它就是一個高磷酸鹽的食物 不是完全不能吃 糖尿病不是完全不能吃 墊粉是限制 限制 減少一點 然後另外一個叫很健康 這一類 這一類不是什麼 堅果豆類牛奶 你會發現這些都是很優質的 高營養素的成分 還有五穀雜糧 你不要吃精緻白米 你要吃糙米 五穀米 可是這些東西都是高磷 高甲 高蛋白 紅豆 綠豆也是嗎 是 藝人也算是 所有的豆類藝人 他們為什麼 他們我們很營養學 很推薦吃 這個是因為它是一個 高營養價值的東西 維生素 礦物質 胺基酸 這含量都很豐富 可是我們腎臟就不行 反過來就是 他們會對腎臟的飲食 我們要限蛋白 蛋白質是優質蛋白 米豆 蛋 奶豆 這些都優質 但我們不能吃太多 因為沒辦法你吃多 營養好 但是你的尿毒就飆高 很快就要洗腎 是 我們說鈉跟甲是從腎臟代謝 所以當你腎臟差的時候 甲離子就代謝不出去 很容易有高血甲 甲在哪裡 就是蔬菜水果最多 你蔬菜水果要燙過 你要把那個甲離子燙掉 他們就只能吃那個蔬菜 所以運動以後是一個高甲的飲料 你如果喝下去不是說不行 就喝久了之後 很容易就變成高血甲 高血甲會造成肌肉無力 甚至心臟停止 所以這也要特別注意 那另外其實內臟食物 其實就是我們講又高尿酸 又是高淋的食物 那一樣最好是必定 然後火鍋湯類的 普林的尿酸淋甲 其實我剛剛不是說 我們要把湯汁這樣燙過之後 只能 可是所有的火鍋 是所有的食材裡面的那些淋啊 或是洗不乾淨的農藥 食品添加物啊 全部都在那一鍋濃湯 其實一般人也不建議喝吃火鍋的時候 也不要 我們這樣 還有一些雅硝酸鹽的問題 我們建議大概30分鐘 大概潛腸即止 一般人其實火鍋湯 也不要把它當成一個 是非常好喝的Sweet喝 這個其實對腎臟 對心臟其實影響都非常大 洪醫師 剛剛看到你的這一份地雷飲食 真的是會嚇一跳 因為看起來都很健康的東西 而且我自己印象中 好像之前都會講到說 以中醫的概念來講 黑色可以養腎 所以可以吃一些黑色的食物 比如說黑豆啊 黑木耳啊 黑芝麻啊 這些的確是對腎好的嗎 其實我常跟中醫師在討論這些事情 我們講說黑色入腎 這件事情他們中醫的腎 跟我們西醫的腎不一樣 中醫的腎是包括他們的什麼腎氣 腎筋啊 整體的包括一些品學內分泌系統 還有我們的泌尿系統 我們的西醫的腎很簡單就是那顆腎 那顆排泌尿系統的腎 所以說他們講黑色入腎是什麼意思 年紀大的腎虧腎虛 你可能要補充一些比較高營養的東西 其實黑色食物是我們講過 你剛剛講的那些不管黑豆 黑芝麻 烏骨雞 黑木耳 其實它不管是花青素蛋白質 礦物質還有鐵 鐵含量都很豐富 所以那些吃的時候 是讓精神會很好 我大部分是建議病人是這樣 假設你的腎氏球過濾率已經低於60分 這時候已經到第三期了 你必須什麼腺磷 腺甲 腺蛋白 我剛剛講那些黑色食物 都是高磷甲胞蛋白的食物 它營養很豐富 那你吃的時候排不出去 尿毒排不出去 就會造成腎衰血的速度加重 所以在60分以前 其實那些黑色食物還蠻健康 其實黑色食物是一個很棒的食物 只是說到60分以後 就不要再多吃 要吃少量 不能吃太多 對 但是其實有腎病的病 我們還是非常的多 那常常有時候都在網路上看到一些資訊 難免會有一些其實是偏方 但是又流傳的很廣泛 今天洪醫師要幫我們破除迷思 荔枝燉豬腰子 還有第二名當然就是喝香菜水 這其實跟我們的那個 黑色鹿腎的食物一樣 我在腎氏球過濾率 還有60分的時候 其實我排尿毒都沒問題的時候 荔枝燉豬腰 其實它是一個還蠻不錯的食物 並沒有說什麼不好的東西 香菜水也有一些植化素 也有一些水 也有一些假離子 其實假離子對我們一般人是健康的 它可以幫我們的血壓降低 但是因為你腎臟不好的時候 當然就不行 那第三個 我們比較擔心的是喝一杯 等於其實很多人說 其實洗腎是很辛苦的 一個禮拜三次每次要四小時 那真的很辛苦 他們說可不可以洪醫師 我可以不用洗 可是洗腎是等於說 你腎臟幾乎沒功能 那我們利用那四小時 把你的尿毒水分給移除 那如果有沒有辦法說 我喝一杯中藥飲 就可以把尿毒給移除 當然是不可能的事 如果有這麼好 那你知道台灣政府 每一年花500多億花在洗腎 然後就叫他買中藥飲來喝就好 所以這個是不可能 而且更危險的這些 中藥飲可能是高磷高甲的食物 那你喝了你今天洗腎 變成磷跟甲過高 有時候還有一些猝食的危險 所以要特別小心 還有哪一些偏方食物不能吃呢 很多慢性腎衰竭 他認為說不能吃蛋白質 就會吃很多的禁藝湯 還有一些那個蔬果汁 結果造成高血甲 那甚至會有一些心慾不整 甚至猝食的風險 台灣的腎臟病 幾乎有一半都是糖尿病 到底要糖尿病飲食 還是要腎臟病飲食 我們就切60分 我們講糖尿病 你腎功能還有60分以上 身體有過濾 你就用糖尿病的飲食 低於60分 就要轉換成我們的腎臟病飲食 就變成腺磷腺甲腺蛋白 那腺了半天到最後就是 因為你知道 我們的腎臟病會很累 會貧血 你又營養不良的時候 他們可能就很累很累 然後不小心就感冒 感冒腺功能就更衰退 就一下就洗腎 所以我們在限制這些腺磷腺甲腺蛋白下 還要吃到足夠的熱量 足夠的營養 那要怎麼吃 我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個就是好的油脂 因為我們要腺蛋白 很多人吃到就熱量不夠 油脂是一個熱量 每公克的油脂有高達9大卡 所以它是 我們講說 它是一個很好的油脂 我們先吃不好的油脂 不好的油脂就像那些飽和油脂 豬油牛油 好的油脂就是不飽和脂肪酸 像我們的魚油 橄欖油苦茶油 所以我建議其實 比如說腎臟病病 你早上食物可以加一些橄欖油苦茶油 那另外一個好的油脂 我們剛剛講說這個EPA DHEA這一類 它可以抗發炎 我們的很多的腎臟病 到最後都是在蛋白尿 都是腎絲球已經在受損了 好的油脂可以修復這些腎絲球 所以好的油脂其實是非常重要 第二個我剛講說要腺蛋白 腺蛋白到底怎麼吃 比如說我都跟腎臟病病患說 你第一個你總是要告訴 他們什麼是蛋白質 什麼是蛋白質 就五大類 魚肉蛋奶豆 這五大類 魚包括所有的海鮮 肉包括豬肉雞肉 蛋就是雞蛋 奶就是牛奶牙奶豆 豆腐豆漿這些 這些都叫做蛋白質 一般人可以吃到十份的蛋白質 十份是什麼意思 腎臟病只能吃五份 那我再跟大家講什麼叫做一份 像一顆雞蛋一顆鴨蛋 那個叫做一份 然後那個一杯大概250ml 一杯牛奶一杯豆漿 這都可以算的 這叫做一份 那有些不能算的像肉啊魚啊 你就拿出手掌來 半個手掌大大概一兩肉 比如說小豆干三塊小豆干 就大概是一份 所以三餐加起來只能吃五份 你們可以吃十份 但是他們要限蛋白 只能二分之一蛋白質 所以只能吃五份 那如果吃六份吃七份會怎麼樣 它的那個尿素蛋就會比較高 它的那個磷就會比較高 那尿酸也會比較高 那腎功能就會比較衰退 所以我們會建議大概吃五份 吃優質蛋白質不能完全不吃 那另外一個本來應該吃十份 但是只吃五份那怎麼辦 另外少掉的五份 我的熱量是不夠 你可以從澱粉去補充 那澱粉我們會建議 澱粉有很多 我可以吃五穀米糙米那些就不建議 因為它屬高磷的 我們要吃低蛋白 高膳食纖維的澱粉 我還蠻推薦可以做那個水煮地瓜 我們也可以吃珍珠粉圓 但是不要喝珍珠奶茶 因為那個奶茶類的那個磷 你可以吃粉圓 西穀米 那我們的素薯粉 這些其實就是澱粉類有熱量 這個其實不是很營養 可是它可以提供你一些熱量 我說現在有專門給他們吃的 那叫低蛋白米 這個也都可以 剛剛洪醫師你也有提到說 目前在台灣啊 有這個慢性腎衰竭 跟正在洗腎的這些朋友 其實人數算是蠻多的 但是呢如果這兩個族群 他們在飲食上面 又有沒有什麼各自要分別注意的部分 腎臟病的飲食 把它切成三個階段 你剛剛講第一個就是我們得到糖尿病 但是還在60分以上 你就知道糖尿病飲食 那已經低於60分 又還沒有洗腎的時候 就是我剛剛一直在講 就要腺磷 腺甲 腺蛋白 因為蛋白質只能吃5份 我已經洗腎了 我比較不怕尿毒素了 我尿素蛋事實上是可以洗掉的 而且洗腎的過程 我們一次就洗4小時 有時候會把營養素也給洗掉 所以這時候反而恢復了原始的蛋白質 可是它還是腺磷 腺甲 但是要吃高蛋白了 所以它又可以吃到10份蛋白 市場上有很多營養素 強調這是高齡的 我發現裡面有很多乳清蛋白 這個對腎會有什麼影響嗎 其實我們還是有很多 專門腎臟病的營養品 不管是各大品牌都有推出 他們的營養品就是 我剛剛講說裡面有一些蛋白質 有一些油脂 有一些電粉 我們講說腺磷 腺甲 低蛋白的一些飲食 如果說乳清蛋白 它就算是蛋白質 假如我喝了乳清蛋白你就要算一份的蛋白質 那現在整天還是只能吃五份 它就算一份 不是說完全不能吃 可是我們就比較不建議濃縮的東西 譬如說濃縮的雞精 鹹精這一類的 因為它可以吃雞肉 它可以吃鹹 這些都沒問題 鹹肉 但是雞精事實上它的蛋白質不多 但是所有的礦物質 濃縮的那些胺基酸太多 反而造成它尿毒素會過高 所以我們比較不建議吃那些濃縮的湯汁 或說乳肉湯 火鍋湯 菜湯 這個都比較不建議 而且我記得之前還是有看到新聞報導說 就會要去探病腎臟病的朋友的時候 千萬也不要亂買水果 因為很多人會帶水果 然後像是香蕉跟奇異果的禮盒 是絕對不能夠帶的 對 我剛剛講說他們還有現夾 那我剛剛講很多我們前面談 那幾乎都是零 什麼火鍋什麼那大概都是零 甲在哪裡最多 就是蔬菜水果 我曾經有一個病人 就是他已經腎衰竭 然後打了一個果菜吃喝下去 心臟就亂跳 我查一點心臟瓶子 它叫高血甲 甲離子就在蔬菜水果裡面最多 是 所以我們講說我們還是可以吃 我們講天天五蔬果 他還是可以吃五蔬果 就三份蔬菜 兩份水果 但是蔬菜這三份 就稍微給他燙過再吃 那水果兩份我們可以選擇 就是比較低價的水果來吃 像香蕉 奇異果 這個就屬於比較高價的水果 像我們的巴勒 水梨 蘋果 這種是比較低價的水果 所以要選擇比較低價的水果 這個會比較安全 是 因為實際上在台灣 因為有這麼多糖尿病 跟高血壓的朋友對不對 然後這些人就到最後 剛剛醫師有強調 就是經過四十幾歲罹患 然後經過了二十三十年的破壞之後 他們就變成了需要洗腎的人 那在生活之中 他以哪些案例值得我們去注意的呢 大家一定聽過一個叫糖化血色素 我們要看我們有糖尿病 我們血色素泡在糖水會變糖化 所以他一樣 我們的那個身體各式各樣的物質 泡在糖水會產生變質 就類似我們在淹蜜健好了 這個東西就不是我們原來的東西 它就變成一個會有一些毒性 會發炎的東西 然後這個這叫糖尿病 它就跑到我們的腎絲球 腎絲球就逐日的被發炎 然後就慢慢破壞 就身體泡在蜜健裡面 對 產生這叫糖化中產物對血 這是原則是這樣的一個 那高血壓就是 大家知道血壓過高 血壓就是我們心臟打出去 血管彈性那個壓力叫血壓 當你血壓越大的時候 你會發現血管承受的壓力越大 大會就硬掉 那硬掉我們的腎絲球 是一個微血管一樣被硬掉 所以很多高血壓的 我們說他眼睛會 視網膜會有問題 血管會有問題 那一樣高血壓久了之後 我們的腎絲球 它是一個微血管球 它也會硬掉 硬掉就萎縮掉 然後當然很多那個什麼腎絲球 蛋白尿病 那也是跟腎絲球發炎有關係 有一個45歲的大姐 我認識她的時候是60歲 這個大姐 她已經診斷糖尿病 她也不是很規律的 她不是很信息那一套 所以血糖一直控制很爛 那她的醫師就給她一顆藥 兩顆藥 三顆藥 到最後就改打胰島素 那大概經過了15年 我認識她那時候 她大概60歲 那時候就洗腎了 就來找我 糖尿病的恐怖 並不是說她腎臟壞掉而已 其實我剛講那個叫糖化中產物 它會攻擊三個東西 大血管 小血管 還有我們的神經 所以我們常講 都併發症是什麼 大血管是什麼 就是我們心臟的 冠狀動脈 腦血管 所以很多糖尿病 幾乎有一半病人都有心肌梗塞 那我們的腦血管會中風 然後小血管是什麼 就微血管 微血管叫我們眼底 那個視網膜 所以他們會有視網膜病 是不是出血或者是失敏 還有我們的腎絲球 就是一個微血管 所以腎臟腎絲球已經有問題 一定要趕快去看眼底 兩個幾乎同時出現 所以你有冠狀動脈疾病 心臟問題要去檢查一下 是不是這邊也有問題 然後叫大血管 另外一個就神經 所以很多他們會有 那個什麼周邊神經病變 比如說冬天很冷 他們不是用那個烤的加溫器 然後手碰到了 或說洗熱水澡 他們都沒有感覺 那叫神經病變 所以會攻擊大血管 小血管還有你的神經 所以我那個病人 已經開始洗腎了 然後他還是血糖 還是控制的很爛 結果不久之後 結果眼睛就瞎掉全盲 其實台灣全盲 最常見的原因還是糖尿病 然後不久之後 他剪嚼指甲 就是一個不小心腳有一個傷口 結果整個就截肢掉 那又看不到又不能行動 最後他才60幾歲就住到安養院去 因為他們家屬已經沒有辦法照顧他 這樣聽得好辛苦 所以糖尿病是台灣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問題 台灣為什麼洗腎島跟糖尿病是息相關的 而且洪醫師你剛剛有講到說 你觀察到這些洗腎的朋友們 有很多是糖尿病啊 高血壓還有蛋白尿 那叫腎絲球炎 對那蛋白尿我們要怎麼去判斷 我自己是不是可能已經有這樣的症狀 因為有時候尿要真的是 他好像天天跟我包包 對他會好緊張喔 我們腎臟病到有症狀的時候都很後面 那前面的開始我剛講說我們的腎臟是什麼 我們腎臟有一顆一顆那個叫做腎絲球 腎絲球在我們的腎臟的外圍那個皮質的部分 每顆腎臟有一百萬顆腎絲球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有兩百萬顆健康的腎絲球 可是就這兩百萬的存款而已 花掉一顆就少一顆不會再長 所以這兩百萬顆那我們多少夠用 我們現在大家都很長壽 其實我們大概有五十萬顆腎絲球 就足夠使用了 所以老天爺給我們的四倍的存款 我們兩百萬 那是有些人先天只有一顆腎臟 或是我們腎臟移植也是一顆腎臟 那個是足夠使用 可是你要省著點花 為什麼因為我們會老化 腎絲球就會硬化會死亡 如果你有糖尿病高血壓 那個下降的速度會更快 我為什麼在講蛋白療 我想講到腎絲球 其實正常腎絲球應該過濾毒素不要的東西 尿素蛋啊 基酸肝啊 尿毒 可是有用的東西 不應該過濾掉 有用的東西應該回到身體裡面去 我們的蛋白質就是有用的 可是當你腎絲球被破壞到 被糖尿病的我剛講什麼 糖化中產物破壞 然後被高血壓破壞 然後被腎絲球員發炎破壞 他就流出蛋白質 那蛋白質我們看出來就是泡泡 很多人知道水喝太少也會有泡泡 或老化也會有一些黏稠的物質 像一些尿素跑出來 我會建議大家可以有幾個鑑別診斷的方法 第一個是你泡泡完之後 你就10分鐘再回來看 你先不要沖馬桶 先回來看一下 10分鐘還蠻多的 那表示這個東西還蠻黏稠的 你要小心 第二個說 你說我不小心沖掉了 也沒關係 沖掉你再看一下 其實沖掉因為水已經進去了 其實如果不是蛋白尿 大概就很快就不見 剩下一些小細泡泡就不見了 可是如果還很多很多泡泡 那就要很小心 那大家如果我這樣講解 大家不清楚 你就拿一顆雞蛋 把雞蛋白打一打 把它倒到你的馬桶 然後去沖一下 你就可以理解說什麼是蛋白尿 你如果有發現我真的搞不清楚 那你就到腎臟科門診 我們也不用空腹 都不用 那就當場就可以驗小便 大概20分鐘30分鐘報告就出來 到底是不是蛋白尿 是 那甚至你說 哎呀我真的不好意思 我才不想去看醫師 現在藥房都有賣那個 蛋白尿的快塞 快塞柿子 你就小便一下 把柿子弄進去 然後比一個顏色 就知道你有沒有蛋白尿 就叫快塞柿子 是 因為上一次洪醫師來的時候 也跟我們講 就是這個腎臟病人 他有五大的前兆 就是泡水高貧卷 對不對 但是還有哪一些 是屬於非典型的這種 就是他沒有出現這個 可是他其實腎臟已經出問題了 對 因為很多病人很忍忍 他都沒什麼症狀 可是來看第一天 他有那些出現一些 泡水高貧卷 第一天看腎臟科醫師 當天醫師就跟他講要洗腎了 其實有時候我爺爺奶奶的尿毒已經很高了 然後我請他們洗腎 他們都不要 可是最後他不得不還是來洗腎 為什麼 因為他完全沒辦法吃東西 尿毒很高的時候 他只要吃一口就吐出來 吃一口就吐出來 完全沒辦法進食 可是他肚子好餓喔 那當然又要吃 那時候可是開始洗腎 把尿毒洗掉之後 就可以正常進食了 除了我們講噁心想不出來 還有很多 我們想說不小心會抽筋 會一直抽筋 因為跟那個電解質十分有關係 然後為什麼 冒出那個痘痘叫尿毒痘 哇皮膚一顆一顆 那還有很多其實怪怪的症狀 有的人是那個意識怪怪的 會胡言亂語 那個尿毒的神經病病 還有一個叫打嗝 打嗝 對我看過一個最不可思議的就是打嗝 那是一個六十幾歲的 他有糖尿病 但是他其實也不是很常在控制 有沒有在抽血看滲空 他都搞平 他最近發生一些很深 他說他最近好容易打嗝 那他就去自己會買一些胃藥 買一些陳藥消脹器的 那大概壓下來就可以壓下來 他來找我門診是因為他說 我看到他那時候他整個就黑眼圈 他很累 他大概有四八小時打嗝打不停 打到他根本沒辦法睡覺 兩天 一直打嗝一直打嗝 其實打嗝要真的要很小心 我們講說常見可能只是消化不良 但是還有很多很多橫隔膜的問題 代謝的問題 這些會造 我們曾經因為這樣診斷出什麼肝癌 疑障癌肺癌什麼 這造成打嗝 他有一些神經的問題 所以我就幫他整個查了一下 結果一抽血馬上答案就出來了 他的基酸肝高達13 正常糖尿病可以洗腎的基酸肝 大概六健保就規定你可以洗腎 他已經高達兩倍了 轉到急診室又開始緊急透析 所以洗完之後他打嗝就好了 所以他打嗝也是一個尿毒造成的一個症狀 醫生就知道你這麼說的話 就是我們的身體就是會因為累積太多尿毒 產生一些自我防疫的這些症狀出來 但是要怎麼排毒 我們講說腎臟完全沒有功能 尿毒已經到最後 這叫末期腎病變的時候 全世界只有三個方法 全世界叫血液透析 洗腎就是在排毒 洗腎用四個小時從血液裡面把毒素 水分給拉出來四個小時 這個叫腹膜透析 腹膜透析就肚子放一個管子 然後把藥水灌到肚子裡面去 利用腹膜的滲透壓 從藥水去拉出來叫腹膜透析 第三個就是腎臟移植 這叫腎臟替代療法 我已經沒有我腎臟都壞掉了 有這三個 可是我們要 其實這個台灣多少人在做 這就是10萬人 已經尿毒症了末期 可是台灣有200萬人是 還沒有走到洗腎這個階段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該怎麼去 幫助他們把這些毒素排掉 我非常推薦叫運動 運動非常重要 大家有沒有想過 我們的腎功能剩下一點點之後 你每次去運動會怎麼會流汗 流汗我們不是說 我剛剛講說很多腎臟不好 甲離子會過高 甲離子高 高血甲會造成心慾不整 甚至死亡 可是我們去運動完都還要補充運動 為什麼因為流汗 流汗會流掉甲離子 所以其實汗水很多 慢性腎衰血你去聞它的味道 汗裡面都有一些尿毒的味道 所以你就 我乾脆就多運動一下 多流流汗 其實不是增加排肚 皮膚排肚只是其中一個 運動我們講 你運動的時候 我都建議他們做那個叫有氧運動 七天要五天 大概有30分鐘有氧 你有氧的時候 你的循環會好 我們每次運動完之後 你摸摸手 我們的手腳都很熱 為什麼因為循環好 我剛講 腎絲球就是一顆微血管球 所以循環好 你的過濾就會好 那我剛講說我們的這些 腎臟最怕的就是那些什麼 糖尿病高血糖 你只要有運動 你的血脂肪會降低 你的血壓事實上是會改善的 你的代謝會變好 這個也會幫助你的 所以我剛講運動實在好處很多 慢性生衰竭 日本就做這個研究 就是說他們說我這些慢性腎衰竭 七天有人運動兩天 運動四天運動六天 運動六天那個族群 他的腎功能維持得最好 都沒有往下掉 所以慢性腎衰竭 一定要記得流汗運動 第二個我們講怎麼去排泄 在100年前還沒有發明洗腎的時候 尿毒越來越高 大家就說尿毒越來越高 我們又沒有洗腎這方法 怎麼救病 尿毒高到最後會死亡 他們就讓他吃泄藥 蟹藥從拉肚子拉掉一些尿毒素 可是我們 對 我們現在吃蟹藥 這個叫做拉肚子會拉到也沒體力 也要低血脚 我們要補充運動飲料 對 所以我們事實上 我們只能說慢性腎衰竭 你絕對不能便秘 只要便秘尿毒素就整個又會高起來 那我們要怎麼利用腸道排毒 有一些什麼火性碳 膳食纖維 益生菌 這些可以從腸道去吸附掉 包覆掉一些東西可以把它排掉 可以多利用腸味道的排毒 第三個就殘存腎功能的過濾 其實很多我剛講病人 什麼30分40分 表示他不是零分 洗腎病人是已經很低 可是還沒有洗腎他們還是有 可是他要過濾 他要靠水分 所以你絕對 我今天已經慢性腎衰竭 絕對不能不喝水 要喝多少水 體重的3%到4% 比如說我是一個60公斤的 就要喝1800到2400 你要醫生好想用60公斤的 所以我們60公斤 就是說喝2000CC 大概就是1800到2400 可是什麼時候有些人說 腎臟不好不是要限水嗎 其實並不是 就是說你如果能排水 就不用限水 那如果已經開始水已經排不出來了 有些大概到第四期 第五期少部分會水排不出來 你就只能利用前天24小時排出來的尿的總量 再加上700CC 比如說我只能 我假設我昨天整天只排了500CC的小朋友 那我今天可以喝多少湯 1000到1200 再加500到700左右 大概加這個數字 所以大概可以利用 但大部分人其實到慢性腎衰竭 都還是排得出水分難 所以你就還是不管是運動排毒 我們腸胃道排毒 還有殘餘腎功能都要靠水分 水進水出才能把毒素排出來 你如果限水了就慘了 就尿毒素就會整個增高了 是 那今天非常感謝洪醫師 帶來這麼多有用的資訊 對啊 我相信這一集出去之後 一定會有更多的網友 他們自己在生活中的時間 那希望下一次醫師 再來幫我們解答更多的問題 謝謝你 謝謝洪醫師 謝謝主持人 謝謝洪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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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écess掉ших command